基建發展噴廢氣 地球之友、環保觸覺 和綠色和平的名成員 趁政府公布清新空氣藍圖 在政府總部請願 他们抗議環境局 过往在处理空气污染问题的时候 没有好好把关 对于政府将会以跨部门形式合作 改善本港空气质素 地球之友表示欢迎 但不希望政府只是展示姿态 过往环境问题 很多时候政策局之间 互相各自为政 其实环境局是没什么压力的 希望见到一些新的思维 就是如何可以协同不同的政策局 一起推行这些环保措施 他们有期望政府和内地 加强协商合作 改善本港空气质素 香港风贫电视记者 戴热文报道 大量基建噴廢气